小臭小臭 哈囉 大家 在許多動畫作品中都會有位秘密演的高手 鑽石王牌裡正是我們的安妮姬 小臭諒戒 之前的影片已經有聊過他的ODO小臭春世 這次就來跟大家分享關於小臭諒戒的基本資料 小到消息以及劇中表現 小臭諒戒 輕到高中 前任二壘手 身高162公分 體重55公斤 小臭罵的基因有多強 看看他們兄弟倆就知道 粉紅色的頭髮 身材嬌小跟秘密演 不說我還以為他爸是哪位路人 生日次4月6號母羊座血型B型 出身於神奈川縣 為了專注在棒球上 特地到東京就讀高中 除了棒球外 其他的興趣是鬼故事與恐怖片 在他老家中就有不少恐怖片的收藏 打電動方面就沒有他地帶的厲害 量級的個性就如同其他秘密演的高手一樣 總是戴著一張笑臉面具 骨子裡卻是相當附黑 講起話來不但黑色幽默也幾乎不留情面 說直白一點就是很嗆 量介對於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也非常努力 在搭配他有如讀星書般的觀察力 但那些說出來的話都是中肯的事實 使人沒有辦法板駁他 這樣的量介在學弟眼中比起結成一座鋪 更是他們敬畏的存在 有種地下隊長的感覺 這些學歷中還有一位他弟弟村勢 對於自己的弟弟 量介並沒有比較溫柔 反而更加嚴厲於腹黑 會不斷提醒他不可以帶多於施加的壓力 表面上以欺負弟弟為了 內心其實蠻關心他的 從很小的時候就會為了保護村勢挺身而出 對於村勢的打擊能力更是有極高的評價 所以在於弟弟之間的互動 會有一種刀子嘴鬥卜心的傲嬌感 說到七部弟弟 有一種廣播劇是他跟村勢的交流 大致上就是兩個人在圖書館都要借同系列的書 村勢先借了前幾集 但量介還沒看過 不感謝量介打算把後面幾集全都租走 一種同歸於盡的心情 當然量介只是腹黑的開開玩笑 我會不如連結在資訊欄裡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下完成版 故事中並沒有告訴我們量介在同年級裡 跟誰比較好 他跟大家幾乎都能搭個一兩句 比較常一起出現的隊友有單波還有增子 比起同樣腹黑的御性 量介反而人緣比較好一點 哈哈哈哈 球隊中守備位置是二壘手 二壘手是與補手 遊擊手 中外移手 統稱為中線 除了要處理一壘與二壘之間的球外 也需要經常跑動到二壘 接其他守備位置傳來的球 加上現金棒球多達比例增加 二壘手的重要性應不雅於遊擊手 是守備範圍較為失重的位置 通常二壘手給人的印象是有靈活身手的球員 且守備能力大於打擊能力 但現金攻擊型的棒球盛行 漸漸出現越來越多攻守兼備的球員 量介的守備能力與手套的應用 是不斷的被提到於刻畫的部分 跟昌磁組成的二友搭檔完全稱得上是銅牆鐵壁 在故事中量介可以說是有最強防守能力的二壘手 防守球員在球場上除了要進行守備外 鼓舞投手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像玉姓就會直話直說 結成會傳統的精神吶喊 昌磁會提及 真子會誤嘎 弓類會摸 那量介是什麼呢? 答案是手刀 來看看他一共打過多少次投手的腦袋 最佳苦主就是哲春 量介的打擊類型是右頭左打 看他平常生活習慣 慣用手應該是右手 為了提升自己在打擊上的優勢才練左打 當然也有些球員在日常生活中 會盡量避免使用慣用手來降低受傷的風險 至於左打的優勢 在之前玉姓跟倉子的影片多多少少提過 除了人來說就是打擊實體一雷雷包較勁 對於右頭手的球度視線較為清楚 更容易將球打向右半邊有利於跑者推進 說到跑者推進 這也是量介在打線中最重要的工作 在結成世代打線中量介負責第二棒 如果春世是屬於現代棒球風格的攻擊型第二棒 那量介就是傳統風格的戰術型第二棒 作為開路線風與中心棒次之間的串聯 傳統的第二棒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讓自己向領 與推進雷包跑者 確保中心棒次在打擊時雷包上面有人 這時能夠確實執行犧牲觸擊與打帶跑戰術的球員 正是第二棒打者的首選 量介除了能夠確實執行戰術應用外 選球與纏鬥力也是他作為第二棒的重點之一 擁有相當好的本類版紀律 不會去追打難打的球 當球數落後或是投手狀況不穩時 會破壞掉好球在周圍的球 一邊消耗投手的球數 一邊提高自己上壘的紀律 故事中應該沒有比他更煩的打者 完全符合他腹黑的個性 量介打擊時應援曲是甜心戰士 故事中沒有版權所以沒有對應的畫面 這首曲子也在量介推移後被春世言用 最後幫量介配音的配音員是鋼本信宴 看到這個名字有點意外 因為這是我熟悉的鋼本信宴 這是我們量介大哥 風格差蠻多的 配音員真的厲害 接下來就是說故事時間 量介跟大多數人一樣 從小就開始接觸棒球 也展現出十足的甜品 在球場上自由奔馳的模樣 讓他弟弟村勢崇拜不已 也跟著一起打起了棒球 只是先天的身材劣勢 讓人們對他的期望值 始終比不上其他選手 原先想去的學校也放棄證照他了 有些人可能會因為這樣的困境感到沮喪 但量介卻向這個危機轉化成蛻變的機會 放棄離家境的學校選擇遠復東京 到水準更高的青道高中打球 量介說到竟然要打那乾脆就挑戰更高的層級 這就是我們認識的小臭量介 來到青道 量介這一屆正是結成世代 既是欠收了一屆也是努力的一屆 全員一起努力的畫面自然少不了量介 片岡教練的艱苦訓練讓大家都淚攤了 量介當然也是 只是他臉上依舊掛著笑容 非常滿意現在這樣艱苦的環境 再來是寒假回老家的短暫休息 與弟弟村士久違的重逢 看著對於高中生活熱帶其中的量介 村士決定繼續追尋大哥的背影 準備前往青道高中打球 對於村士這樣的舉動 量介表面上感到非常麻煩 但內心其實相當興奮 為了不讓弟弟看到自己丟臉的一面 也在不能輸給弟弟的情況下 讓量介更專注在棒球上 成功站穩球隊先發二壘手的位置 來到故事正片 也是結成世代三年級的夏天 堅強的打線陣容讓青道不斷晉級 量介的纏鬥能力與戰術執行力 成功成為打線中的潤滑技 在中線堅強的防守也幫助球隊化解不少危機 只是所有人都不樂見的情況發生在量介身上 在於先拳的比賽中一次本壘攻防戰 傷到了小懷被二優搭檔倉實察覺 這個傷可大可小 量介因為眾多的原因決定隱瞞傷勢 這當中的原因也包含這一年事實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能夠與弟弟村士一起挑戰賈子圓 只是傷勢讓量介在於到時的比賽中 攻防兩端都受到影響 六局下半滿累的危機 受到傷勢影響的量介差點讓球穿過防線 幸虧倉實及時救援 這局輕到才沒有掉分 認為自己已經不在最佳狀態內 量介向教練團示意決定將位置讓給村士 比賽中片康教練的神情 讓我覺得他早就已經發現了量介受傷 但畢竟是自己帶出來的學生 所以他決定將選擇權交給球員自己決定 這個是我的腦補 村士要接替量介上場時的分鏡 不單單只是交接這個打席 更是輕到之後正選二壘手的交棒 雖然村士帶打成功擠出彎打 但輕到最終還是輸給明的再見一擊 能在休息室量介流下的淚水 結成世代賈子圓的夢想也就在這裡止步 當然巧獸兄弟的夢想也是 就算高中棒球生涯畫下句點 但量介上大學後依舊想繼續打棒球 故事中沒說量介之後去了哪裡就讀 可以確定的是他真的有繼續打棒球 星球隊成立的秋季大賽期間 量介跟三年級偶爾會出來露露臉 主要還是來嘴這些學弟跟陪村士練習揮棒 與藥師決戰前 村士想像量介藉的手背手套移用 象徵兄弟其心的概念 被量介狠狠拒絕 所有大串後結果借了打擊手套 不改他喜歡玩弄弟弟的個性 只是大哥為手背手套在他畢業時還是給了 傲嬌量介的人士做得很滿 之後的劇情量介就比較少出場 畢竟他上了大學 最近一次的出場是在漫畫中青道也創生的比賽 量介跟克里斯、曾子、門田、南木 一起到場幫青道加油 量介也在上了大學後把頭髮剪短了 可能受到他弟弟的刺激 這場比賽中村士跟昌池組成的二友在工房兩端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讓量介在賽後露出詭異的笑容 對著他們兩個說道 你們兩個越來越有默契了 說實話在一旁觀看了我覺得很悔恨 或許已經默認了他們的組合已經超越了去年的自己 這算是量介的招牌 傲嬌式肯定法 我的最新進度目前就看到這了 量介的故事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的是簡單的現實中同類型的球員分享 量介給我的印象就是纏鬥在纏鬥 如果我是投手的話真的不喜歡面對這種打者 花了一堆球結果做了白宮 這類型的球員我第一直覺想到的是 日本職棒中島卓業 美國職棒Dick Johnson 先來說說中島卓業 相信前幾年有因為楊帶剛而收看火腿比賽的話 一定對他不陌生 聖牙初期幾乎都是專職的帶跑與帶手的角色 守備方面沒什麼好挑剔的 不管是一開始的二壘還是之後轉掉的遊擊 表現都相當出色 那打擊方面呢? 中島曾經說過自己不是強打者 所以會往其他方面努力 每次打擊都把棒子握得短短的 以碰到球為主 不斷的將球破壞掉 搭配上選球與腳層 讓他走出不一樣的風格 就算不打出拳雷打也一樣造成了投手的困擾 說到拳雷打以他的打擊型態 確實很難跟拳雷打扯上關係 在2017年以前也完全沒有打過半支 但意外發生了 經濟的2287打席 1188個打數 終於在軟年的比賽打出生涯第一支 只要貫徹自己的風格 機會總是會到來的 畫面轉到美國職棒 MLB中有許多很會選球的好手 像Juivato Buegarner 只是讓我印象深刻的球員是Nick Johnson Nick Johnson 生涯長受傷也稱不上什麼的強打者 但最厲害的就是選球 2021年轉戰到陽基 當時電視長播的就是陽基的比賽 Nick Johnson打擊率長打率都不高 卻能夠卡到一個DH的位置 就是靠拉高水準的上壘率 每次看他圓滾滾的身材 在上打擊區感覺沒什麼威脅性 結果就保送慢慢走上壘了 這點真的讓我真心佩服 強打者確實會吸引到大多數人的目光 但偶爾欣賞這種用其他方式 來對球隊做出貢獻的球員 也是一番樂趣 好啦 以上就是關於小獸諒戒的相關介紹 如果有哪些部分被我遺漏掉的 還是大家有想到其他 纏鬥力強、上壘率高的球員 都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